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烈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管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讲日本是否想买两边 大家知道岸田文雄就是日本首相 其实他的身份就是执政自民党的总裁 他就跟阿周插头插颈、selfie 但是回来的民意调查都相当有问题 我们一节节目都说过 好像他跟阿周插头插颈就没什么成效 对于他的民调是救不了的 这个民意调查是救不了他 对不起了 原来今年九月自民党总裁选举 很多人赞岸田文雄没得了 因为连续六个月的支持率都不够百分之三十 这个总裁、政总裁岸田就跟阿周插头插颈 但是另外一位阿哥呢 副总裁呢 是不是你想买两边呢 你这个 不过你其实这件事都是聪明的 这件事我觉得都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特朗普鬼小气 你这个大红啊 你日本执政自民党 因为其实他应该继续执政的机会都挺高下 他一直执政的机会都挺高下 你这么喜欢黏啊阿周嘛 别找我啊 原来他就派了这位阿哥去 这个是什么人啊 麻生太郎 他也做过首相 但是这个短命首相 任期相当地短 原来麻生太郎呢 他就是见了第二个人 见了阿周 即是见了特朗普的对家 不是这个拜登的对家 特朗普 麻生太郎就是执政自民党的副总裁 正总裁就见拜登 副总裁就见特朗普 这个都挺个人的 他也是前日本首相 其实已经成为最新一位尋求同 是特朗普建立关系的一位人兄 当然他这样做是否为自己排阀呢 某人知道 某人知道 我相信九月份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当然了 现在日本的媒体基本就觉得 很难说九月份 还有几个月了 大红年任机会很微的 那麻生太郎83岁了 老过阿祖 83岁 原来就是在曼哈顿的特朗普 那里见了特朗普的 那就谈了个几个钟头 那麻生太郎 当然他也受到特朗普的热烈欢迎 那在欢迎麻生太郎进入大楼时 他就说 麻生生在日本国内外 都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人士 我一直很喜欢他 川普说的 我是通过我们共同的自由安倍晋三 认识他的 其实你有没有说多一句 我和你一样紧急事 而且对于女性那些 那些言语 大家知道他们两个 都是很多时候不尊重被人骂的 就是不尊重女性被人骂的 我也不在乎 特朗普现在就是纽约 参加封口废案件的审判 在这场审判当中 警方就指控特朗普 毅造商业登记 毅造商业记录 就为了掩盖他 是给了13万美金 要求一位女子 这个是Danius 这位女子保持站默 麻生当然是安倍晋三时期这位是一位副首相 他在担任首相的时候 安倍也是跟特朗普结下了心后的友谊 作为日本政坛的资深路由条 他也经历了几十年 是塑造美日关系的大事件 其实他跟阿周一样经历了很多 但老实说 我觉得他不像霸衣 麻生当然 也跟特朗普关系好 在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前 日本一直努力跟特朗普身边人建立关系 这个也反映出他们担心特朗普获胜 就会被特朗普搞 所以快点建立好关系 特朗普可能会改变贸易政策 也可能连军事的收费都贵很多 当然这件事 我相信你就算跟他建立关系 你差得你这么多 他一样搞 当被问到了 还有阿生 见面有没有其他外交影响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 他也表示 麻生访美 他是作为议员的个人活动 政府没有参与 当然是别称关系 最新民意调查看到 阿周这个拜登可能是险胜特朗普 在特朗普和麻生会晤的两个星期之前 其实副总裁就见是前总统 和现任总统的对手 但是正总裁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周和 阿周拜登会面 两人也公布了军事合作计划 以及一系列加强美日同盟的项目 民意调查就看到 其实特朗普 和阿周差不多 但阿周领先1% 各大民意调查 当然这样赢得这么少 其实美国 就算拜登当选也是撕裂的 也是撕裂的 但是民调查这件事 但是未来还有一段时间 还会上上落落的 这也是 或者对 朗普有一些好的帮助 或者对阿周有些好的帮助 当然拜登的年纪 还有他在以巴冲突当中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立场 导致他在年轻选民的支持下滑 跟着拜登也逐渐失去了拉美 以及阿拉伯裔选民的支持 不过 这个美国前总统 是JFK 即是罗布甘乃迪的厄质 小罗 应该这么说 是约翰甘乃迪的厄质 他父亲就是罗布甘乃迪 他就是小罗布甘乃迪 小罗布甘乃迪家族的人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帮你不帮你 那就是支持阿周 反而不支持小罗布甘乃迪 当然小罗布甘乃迪是退了党的 当然 有民调也说 这样可能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有影响的 你们不知道 因为他有些议题就像阿侵 有些议题就像阿周 很难说的 小罗布甘乃迪是一个环保分子 但是他就是反苗分子 也挺过瘾的 那些立场也挺过瘾的 就是和传统的看法差一点 原来小罗布甘乃迪 如果小罗布甘乃迪 如果小罗布甘乃迪 大概2% 但是小罗布甘乃迪和其他三名独立候选人 被列在上面 小罗布甘乃迪 很搞笑 原来小罗布甘乃迪 是吸引到阿侵的票多些 我们之前想的错 我们之前想的可能是拜登多些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原来如果小罗布甘乃迪 他摆了上去的话 而且他家族不支持他 因为他 说真的他是不是有很多正职 其实他最伟大的正职 就是他姓甘乃迪 我说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不是名门之后 有差别人 他现在那些是唐兄弟姐妹 整个家族都说不支持他 你不用担心 如果不支持他 或者民主党 当然他的家族很多民主党人支持 最搞笑他的家族不支持他之后 他还有13%支持 但是他就会令到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 拜登就会有39% 特朗普就37% 所以之前我们说的小罗布甘乃迪 真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看到可能他就有吸引特朗普的票 这个会不会 像王爷说的 街票 周可能想见到 会的 你严格来说 他是一个X Factor 就是一个 未知他会对哪一方 产生怀影响的一个因素 现在根据你所说的 他家族不支持他就可以了 没错 朗普生日要领事 反而他领事 真的很好笑 说回这个 是麻生太郎 当然是日本剩下一个知名的九云四 亦都说的那些相当有争议 很优优 很优优 所以他跟特朗普就很合适 看回麻生太郎 在13年时 他就出席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国会会议 针对那些电脑的患者 当然连到患者的医药费公额一些 那些想走的人 想走的人 还给他生存干什么 都是这样 想一下 用政府的钱来做其他东西 那些人应该是心虚的 就说我希望他们早点刮话 说实大口 这位阿哥 你自己也是老人家 他现在也是 他当时也有70多 现在有80多 麻生也说一个月 耗费 几百万到一千万日圆 那么多 那厚生农农省就省点钱吧 政府财政负担 最不应该是 在那些 这些快走的老人家身上 当然这些言论 也都令到日本 你知道他最大话是什么 日本很多老人家 日本人口老化很厉害 那你真是叫我 游山折孝 我们经常说好仔 那就是叫我 想我快点走 所以令到大量的人士抗争 当然这些麻生 也有很多出位的言论 我之前也说过了 好 那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